这是一台准系统仅售1100元的X86最佳HTPC小主机 它不但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还能达成显示器小主机之间 PD电源输入和显示信号输出一线通 12CU的680M核显 还能玩上1080P游戏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 Riden 77735U CPU的高性能迷力电脑 盘雷WO7 两年来连续几次的大处推荐 我们都把最佳HTPC小主机控制了 因为没有看到让我们心动的好产品 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价格 780M核显小主机 大部分都能满足我们对完美HTPC的要求 但还是太贵了 最便宜的780M核显准系统要1600元 而更便宜的5600元的 Intel N100 N150低功耗小主机 它不可能拥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达不到我们的基本要求 所以我是迫切希望有一台 680M核显的AMD Riden小主机 能在接近千元的价位 为我们提供满血的HDMI 2.1 和不熟的核显性能 来作为我们的最佳HTPC候选者 那么大家能够接受的HDMI 2.1接口的HTPC小主机 是在什么样的价位呢 盘雷WO7 装置了MD-Rain 77735U 8核16线程 低压移动CPU 类置12CU的Radeon 680M核显 双DDR5内存 4800MHz M.2PCIe 3.0X4的NVM插槽 视频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 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揽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是9V 3.42A 一共65W功率 小主机太修正了 只有不到0.5V的体积 塑料机身 顶盖上有盘雷的英文logo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 3.2A口 可以PD输入电源信号 输出DP信号的Type-C接口 耳麦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是9V电源接口 可以输入PD电源 输出DP信号的Type-C接口 满血HDMI 2.1接口 千兆板载网络接口 双USB 2.0接口 DP 1.4接口 双侧 后部都有通风口 卸下四颗脚垫和螺丝 轻轻打开后盖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通道DDR5内存插槽 已经插了一根46G 488Hz的内存 建议增加一根46G内存 组双通道 否则图形性能会下降 2280的PCIe 3.0X4 NVMe接口 NVMe下面有一个WiFi6无线网卡 BIOS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添加了一根内存条 组成了32G双通道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 最大16G 出厂设置是30W性能释放 为了发挥这台机器的最大能力 我们手动修改为45W 大家请按照我们的设置逐项修改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埃达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的45W释放只坚持了50秒 直接下滑跑在了38W 整机功耗从64W下滑 跑到了58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3.6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01分钟 室温31度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95度 SSD温度最高到40度 我们首先使用 盘雷WO7迷离主机的 Rion7 7735U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 14分22秒 共计862秒 相比我们测试的6800U 995秒 另一台7735U 917秒 862秒 还是不错的成绩 CPU-Z 多线程5785.9 单线程638 多线程接近了8840U 大幅超过了6800U 和另一台7735U 盖格奔机5 多核9413 单核1547 大幅超过了同类的6800U 以及另一台7735U 原因当然是 我们的性能释放 比它们更高 盖格奔机6 多核1069 单核2090 这多核成绩 和M2 Mac mini 一模一样 比另一台7735U 和6800U 提高不少 Cellibanker Cellibanker 223 多核12818 单核1523 多核接近8840U 远超6800U 和另一台7735U Cellibanker 2024 多核702 单核90 多核远超另一台7735U Pasmark多线程24888 单线程3400 比另一台7735U 和6800U 强不少 综合来看 45W到38W 高性能释放的 7735U 基本上 接近45W 性能释放的 6800H 远超28W 性能释放的 另一台 7735U 和6800U 接着看 娱乐大师 总分 961208 CPU得分 577348 我们还给 盘雷 WO7的 7735U 运行了 OpenW测试 AES 714823 XX20 395134 Cellibank 362305 Cellibank成绩 我们看到了 它超过了 6800H 1360P 仅仅低于 12900HK 和6900HX 接着我们玩游戏 地平线51080P 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60多帧 复杂场景50多帧 地平线41080P 高画质 打开两倍抗拒尺 全程70帧以上 英雄联盟 1080P 极高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100帧左右 原神 1080P 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50多帧 这就是这台 77353 5U的Radeon 6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所有的游戏测试结束后 我们来看看温度情况 CPU最高温度96度 SSD最高温度40度 我们也看一下 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2424 Fire Strike 7530 Steel Lomain Night 17.55fps 稳定度 97.6% 做成图表看一下 和另一台使用了 LPDDR5 6400MHz 内程的7735U 差不多 比6800U 强多了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 8bit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 2.1标准 Type-C和DP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Hz 10bit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和DP接口 能够支持 4K160Hz 10bit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10bit YSBC-R444的 非压缩信号 这是HDMI 2.1接口 连接我的电视 最好的输出格式 非常棒 AMD Radeon 680M 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4K60帧 HD265视频 YouTube4K60帧 VP9和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我们使用了 PortPlayer播放 4K HDR蓝光圆盘Remox 可以流畅输出 高刷HDR信号 CPU平均占用25% GPU占用52% 原厂预制的 PCIe 3.0 NV硬盘测试 3300Mb 这块NVMe 算3.0的很好水平 WiFi测试 螃蟹8852B WiFi6 无线网卡 跑上了650兹BPS 算是我的 无线网络环境中 一般的水平 盘雷WO7 迷利主机 装置了RAM7 7735U CPU 45W到38W的性能释放 性能在同类 CPU中大幅领迁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功耗 接近67W 待机最高功耗 9.1W 已经接近了厂家 提供的65W电源的 最高水平 建议如此的高释放 可以使用 更高功率的电源 或者用90W 以上输出的 显示器PD供电 一线通 室温31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8.9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在台小主机 CPU100%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 51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 40分贝 算接近安静吧 盘雷W7 迷利主机 装置了Rion7 7735U 性能释放 最高45W到38W 性能大幅领迁 同类的 28W释放的 7735U和6800U 12CU的 Radeon 6800M核显 表现也是不错的 满血的HDMI 2.1接口 能输出高刷信号 全能Type-C接口 能达成 与显示器 PD和DP信号 一线通 如果让我 照缺点的话 肯定是千兆网口 不如2.5G 总结一下 这是一台 如此小巧 只有0.5升的 小主机 性能 大幅领迁 同类 散热精英 稳定 有两个 全功能Type-C接口 接口兼容性 算不错 HDMI 是满血的 2.1接口 能够输出 高刷信率的信号 到高刷显示器 和电视 如果用来做 HTPC小主机 显然是 再合适不过的了 1100元的 准系统价格 是评价 HTPC的首选 这是今年我看到的 最有诚意的 HTPC 迷离电脑 所以我们对 盘雷WO7 迷离主机 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